踏入12月的旅遊旺季 相信今年不少市民都會去外地過聖誕 講起乘飛機 飛機餐就一定是每次必拍的重頭戲 不講不知 飛機餐可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物之一 在製作過程上更加埋藏著非常多秘密 現在就由全球最大獨立航空膳食供應商 街尾空泉的負責人 幫我們拆解整個飛機餐的製作過程 大家好 歡迎來到街尾空廚 我是Janison 是公司的業務發展主管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看看 整個飛機餐的生產過程 好 我們這邊請 首先來到生產區域第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執料房 我們的執料房 會將所有的醬料 執醬 調味料 都會集中在這個位置 由我們專責的同事安排 根據每一天的餐單安排 就會按照調味料的份量 在這裏做一個放重 正重的安排 過了執料房就會去到菜房的位置 蔬菜會經過浸洗 清洗和消毒 再送去切菜的區域 設成適合的大小給廚師使用 做好這個環節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看另外一組 一個組別的產品 就會是一個浴房的位置 那我們就在這邊來 來到浴房 第一步就要先將浴蕾放在房間內 靜置24小時進行自然解凍 自然解凍之後 就會交給肉類切割員 即是切肉的師傅 按照每日收隊的工作單 安排切肉和煙製 過了這個門 我們就會正式進入熱廚房 剛才介紹了醬料 蔬菜 加上肉食 在這個熱廚房的區域 我們就會將剛才所說的三個部份的處理 就會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區 然後將蔬菜 肉食和調味 就會在這裏一起混合 開始我們烹煮的過程 飯菜經過一輪烹煮蒸焗之後 原來並不會新鮮熱辣地放入飛機餐盒 而是要經過高速的打凍程序 最後我們就會來到擺餐區 將已經煮好和打凍口的食物 逐一擺餐 按照每一個行工資給我們的規格 我們是飛機餐的規格 按照順序和重量 逐步逐步在桌面上 由幾個同事合作 一起將它擺放完成 當完成擺餐之後 工作人員就會將飛機餐先擺下雪房 繼續冷凍 等到航班接近起飛的時候 再安排餐車和餐櫃送上貨車 直接送到停機坪再運上機艙 這樣便完成整個製作飛機餐的過程 事實上全球疫情反覆 航空業面對百年一遇的挑戰 街尾空廚總經理陳建德也說 街尾過往由每日製作2.2萬餐 的復甦和未來的發展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不用隔離 很多本地人會馬上坐飛機去日本 或者去新加坡或者泰國 差不多三年未飛過 那些人很想出去玩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都會很快升 我覺得現在參與 以我們來說是十多個百分比 我們希望到年中 差不多三十四十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鈴鐺